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又被民众爆料 跟一位复星空姐传暧昧简讯 像是我想你 睡不着等等的 而宁安东接受平面媒体的专访说 这只是外界对于暧昧的定义 每个人解读不一样而已 跟太太的感情很好的是歌神张学友 今年出道满30年了 原本经纪人规划要帮他办庆祝巡回演唱 却被张学友打枪 张学友认为30周年没有什么特别啊 不用硬办 理念不合又传出疑似还有金钱纠纷 因此跟经纪人闹翻了 男女小花童过了20年后 竟然相遇相爱还一起走入礼堂 这是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个婚宴里头 找来了年纪2岁的小男生小女生当花童 典礼结束后两个人没有再见面过了 想不到15年后 两个人竟然上了同一所高中 还成为了同班同学开始约会 如今啊22岁的两人再次的步上红毯 正式结回夫妻 春节六天许多人规划出国旅游 各家航空公司都推出了优惠票价 背包客省钱的行程也很夯 来看背包客是怎么玩的 过年前还有尾牙呢 今年的尾牙上班族最期待什么呢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除了艺人演唱 老板会不会加码送红包也是期待的重点 下午科技大厂新金宝集团就率先的大阵仗 请来人气团体魔幻力量 歌手毕书镜炒热气氛 艺人谭耀文在新兴中 饰演年轻版的土地公 跟搭档穆婷 两个人斗嘴的模样默契十足 还被网友封为是蒙神夫妇 也让即将上映的八点档受到注目 有硫磺温泉 碳酸纳温泉你知道吗 现在还有干式温泉 待会儿带你体验 在冬天泡温泉好舒服 泡在热水里头全身都温暖起来了 但是干的温泉不会冷吗 现在如果来到日月潭 就会有这个新的选择 除了有碳酸纳温泉之外 业者特别引进了干式温泉 让游客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跟体验 根据真人真是改编的动作片 美国狙击手 男星布莱德利库博 为了要演活剧中的传奇人物 他不但增加了体重 还学习射击 而在片中饰演他妻子的西安娜米勒 一反过去性感形象 勇敢挑战内心戏 接下来这部电影也很让人期待 王力宏跟汤维继色戒之后 再度合作电影黑帽骇客 好 并且跟雷神克里斯和斯沃同台标信 而且两个人的气氛很吃重 枪战打斗都亲自上阵 王力宏跟汤维接受了中士的专访时还说 演这部电影真的是吃尽苦头 但是非常值得 干爱影片我们仔细看 今天的new一下哪好看 我们就要送你黑帽骇客的棒球帽 题目是电影的女主角谁演的呢 答对的会有机会把礼物带回家 详情请看中士网站 好 待会回来还要带你来看到世界最小的洗衣机 竟然跟保温杯一样大小 什么东西都可以变小 但是连洗衣机也可以变小吗 日本家电厂商他们推出了迷你型的产品 最近还把脑筋动到了洗衣机身上 业者在14号推出了一款号称 全世界最小的洗衣机 尺寸就跟随手的保温杯一样大 当然很方便很好携带 而且它的去污力是超强的 记者实验在外套盯上油渍 没有想到迷你洗衣机的喷孔 停留在衣服上才几秒钟 油污就完全的清除了 而它只需要加一匙的水跟少许的洗衣精 再靠每秒钟15次的锤打震动 还能够吸走顽强的污垢 我们带你一块来看 只能说它有创意了 还要来看是日本盒子 还能够有怎么样的变化呢 日本盒子流传了1300年历史了 也被选为是世界文化遗产 当然它的美丽跟多变不但的 被广泛应用在艺术的创作上 现在还有业者开发出高科技的盒子 做成榻榻米领带 甚至经过加压制成色泽花纹独特的宝石 美丽逼真的程度让看过的人都说不可思议 想要看艺术品不用到日本 现在呢国父纪念馆正在展出名家连展 精选了46位近现代名家130多组件的书画精品 从张大千等渡海三大家到李可染 几乎是一部近代名家的书画史 很多游客到台湾玩都会去阿里山小火车 在台湾算是颇具代表性的风景 但是要涨价了 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不堪亏损 当然民众很反弹啊 为什么要在明年要涨六成 最高可能还要600块钱 民众很反弹但是零物局很无奈 因为每年的营运成本跟票价实在是不成比例